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还存在 比如说我吃饭 只要锅里还有饭 我不管我吃没吃饱了 吃完一碗 反过头 再重新再乘一碗再吃 这就是循环 直到这个条件不再符合 比如说锅里没饭了 这时候想吃也没得吃了 所以这个循环就会终止了 当然大家写循环的时候就要避免一种什么报错 死循环 就是说你不管没有这个终止条件 你的终止条件任何时候判断都是真的 永远为真 那它就会一直循环下去 你这种循环如果多的话 或者这个执行的时间长的话 会把你的系统就会拖死 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 不可能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永远锅里都有饭 你也就不会把自己撑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循环 注意 当然 我刚刚说这个吃饭 好像我是饭桶一样的 那就换个说法吧 李莫老师吃饭 如果锅里有饭 他吃完一碗 返回了 他就会再执行吃一碗的这个动作 这就是循环 这就是循环 很好理解 我们的事当中呢 他支持的这个语法有两种 先来看第一种 这种循环是这样的 饭 电量 印 后面是值 后面 印后面有几个值 你的饭循环几次 如果写三个值 你的饭会循环三次 每次循环把这个值负给电量 然后执行程序 执行完之后 回过头来 把第二个值负给电量 再执行 执行完之后 再回过头来 把第三个值负给电量 再执行 听起来好像很绕啊 举个例子 打印一个时间 这里我写一个变量 叫做time 后面写的时间是morning noon afternoon evening 早上 中午 下午和晚上 我写了印后面有四个值 注意 它是靠空格判断 只要有空格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 所以 我的for这个循环会循环四次 每次循环 第一次循环会把morning这个数负给time 看我会打印现在的时间也在time 编量time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time里的值就是morning 它就会打印morning 第二次再循环就会打印no 第三次再循环就会打印afterno 第四次打印no 这个循环我们试一下 来 我还是在root下的sh当中 我便放1.sh写第一个sh 好了 所有的开头 那我不瞎注视了 直接就开始写 那么for呢 看 爱 印 1 2 3 4 5 6 然后度 注意 for循环是用度和当 取代了其他语言当中的大括号 它的作用其实也就是括弃 然后echo到来 其实我写的这个脚本 和幻灯片上的脚本的作用完全一样 就是在硬后面 有几个数 几个 有六个数 这个循环就会循环六次 第一次循环把数值1 付给变量 就会打印 第二次循环把数值2付给变量 就会打印2 第三次打印3 也就是说这个脚本是会留这个循环的输出 123456 这样一个数值 那我们看看 保存 赋予执行条件 执行权限 for命令 点个 for 哎 就会循环输出123456 这就是for的第一种语法结构 我们很多同学啊 看到这种语法结构之后啊 他都很 就是说尤其是学过语的 他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啥 那如果我想让我的for循环100次 我后面是不是要写100个数 或者100个值 中间用空格空开 要循环1000字呢 要循环1万字呢 会累死你 所以啊他们会觉得这种循环很笨 这种循环简直让人不可接受 那为什么for支持这种循环呢 那我们还是说明斯的赛尔是他的初衷是便于管理员进行系统管理 所以这种循环最大的好处是在系统管理的同时进行啊可以简化的操作 比如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要进行批量的几压缩 我事先准备好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压缩包 比如说我们后面要这个用到的这个LAMP环境搭建 哎 LAMP环境 这个指的就是啊 哎 Windows啊 Apaq MySQL 对吧 这样一个常见的外部网站的开发平台搭建 这种搭建可能需要大量的软件包 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课堂当中 我们需要十九个软件包 而都是压缩包 那在搭建的时候 我每个压缩包都要手工解压缩 解压缩完之后再进行安装 那这时候就很麻烦 十九个包每个包都手工解压缩 非常非常不方便 那万一包再多点呢 好几百个 每个包都手工解压缩 想想都会类似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用脚本来做就会更加方便 那这种情况下 用这种抱循环就会更加的清晰 看一下我的这个例子 我假设我把所有的脚本包 都放在了跟下一个叫做lamp的目标当中 然后呢 我们的压缩包都是有.ta.jz 结尾的 所以我把所有 i.ta.jz 结尾的文件 的文件名 写入一个叫做lslog的文件 来我们看一下 来 ls是不是会显示当前目录下所有的文件 那如果我把它写入到某一个文件当中 比如说log.ls.log 这个时候我开拓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会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是不是都放在这个文件当中 这个时候这个文件的内容 它是自动的 以这个换航服分开的 那我们的for循环是这样的 最后面只要它的内容是隔开的 不管是空格还是换航服 只要是空开的 它就认为这是一个内容 它里面有哪些内容会循环起死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看把所有的压缩包的文件名都放在这个文件当中 然后呢 循环 用到了小炮的方式 用Kate命令读取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个文件当中 有几个压缩包的文件名 你的这个for循环就会循环起死 每次循环 把压缩包的文件名付给编达案 然后我只要解压缩 这个编达案就可以了 把它的内容输出到回收站 这样做的好处是 我的这个目录下的压缩包 有可能是随时变化 而不是我一开始说的19个 有可能我删了几个 或者我又往里写了几个 那这种情况下 一旦它的包了数量变化 因为我是用这种追加方式把它写入了文件当中 而覆盖的方式写入 它都不用再去更改我的脚本 它进行循环的时候 有几个文件就会循环几次 它更加利于系统管理 这就是这种循环最主要的作用 这种循环最主要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它初看很笨 但是在系统管理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当我循环的时候 我并不确定我要循环几次 而是这个目录当中有多少个文件 我就循环几次 系统当中有多少个用户 我就循环几次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用指定循环次数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语法则是 它反而不适合循环 但是用这种硬的方式 我完全可以把后面的内容用变量来替代 也就是用变量来替代 对吧 这个时候只要这个里面有多少内容 它就会循环多少次 而不用我再去先数 这里面有19个包 所以循环19次 那万一我加了一个包 或者减了一个包 我的整个脚本都需要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种循环更加利于系统 那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压缩包 那我们怎么举这个例子呢 那我们还是 还是尽量的这个模仿的成功吧 那这样吧 我现在判断 我在这个目录下 有几个以.sh结尾的文件 有几个文件 我就 打印几次 每次循环都打印这个 1234吧 有几个就打印几个 最后看还能打印几个 好吧 那这个怎么写呢 那我们写一个放2.sh 然后呢 我们 cd了root下的sh这个目录当中 然后呢 我们把ls 把这个目录下 把这个目录下所有 接下来呢 对 我想是没有一个循环都打印1234是吗 那这样的话 我就应该 先定一个y y等于1 然后呢 第一次循环就打印 $y 然后如果再循环的话 y就等于 $y 加1 来 循环一次就给y的值加1 第一次循环打印打印他的值是1 这里面有多少个文件就打印多少次 最后会打印他的最终的总数 对吧 来 这样一个方法来做 那我们来试试 甚至木的75 然后放应该是2了吧 放2.sh 执行一下 放2.sh 好了 我这里数一下啊 有 是7个吧 1234567 7个.sh 是结尾的文件 所以循环打印的7次 这就是这种 放循环的这种用途 它的最主要的好处就是 我不需要事先指定变量的个数 它里面有多少个值 就会循环多少次 更加方便于系统观点 哎 我其实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这个批量解压缩 只是我没有那么多压缩包 所以我把它 调微做了一下变通 不再是解压缩 而是打赢加34567 对吧 这个例子 是可以在工作当中直接使用的 你只要把压缩包的目录 改一下就可以 对吧 好了 这是第一种语法格式 放 变量 一直的放 其实 我们的放 是支持我们常见的指定循环次数的格式 它的格式是这样 放 用双小括号 注意 注意 我们说过 在01412当中 只有双小括号过起来 才可以进行加减乘书 这种 数值运算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我是不是要进行加减乘书运算 中间与分号隔开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看 我写一个从1加到100 进一S等于0 然后进一I是1 当I小于等于100的时候 每次循环来执行I等I加1 那也就是说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I是1 然后执行这样一个工作 S 定义变量S 它的值是 $S的值加$I 那这个时候 第一次循环 $S的值是0 $I的值是1 那就会执行 S的值就是0 加1 它的值是1 对吧 循环完成之后 回过头 再来一次循环 再来循环的时候 在循环之前 先会给I再加一个值 那也就是说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I的值变成2了 它要判断 I的值是否小于等于100 那明显的2小于100 那这个时候 就会执行 继续执行程序体的内容 这个时候 S的值已经是1了 这时候I的值就是 I的值是2 然后就会执行1加2 同时把它付给这个值 S 接下来循环 再循环 会给到来再加1 加1之后就是3 3的话 还是小于等于100 继续执行 直到加到之后 它是101 到这里判断 它小于等于100 这个条件不成立 这个程序就不会终止 就不会执行 它就会终止 这就是这个 加到100 最后打印它的核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试试 试试 VF 放 放起 我记得 放 3.sh 好了 然后呢 S等于0 放 双小括号 扩起来 后面用度和当 然后呢 i等于1 小于分号 i小于等于100 分号 i等于i加1 然后 每次循环都是 S重新复值 等于 $S 加 $i 我说 只有用双小括号 扩起来 数值才会运算 接下来呢 最终 打印 打印 $S 打印核就可以了 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升值目的 755 放 3.sh 点个 放 3.sh 好了 最后 它的值是 相对50 对吧 这就是 我们的第二种 语法 也就是 指定循环次数 我指定循环140 然后在里面执行 这种循环 是我们所有语言当中 最常见的循环 那 它呢 是也支持 但是 它可能不像 我们第一种 这种循环 可能是 比较适合 我们做一些 比如说 批量解压缩 批量添加用户 等等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 当然 它的区别是 这种循环 是不知道循环次数 而第二种循环 是知道循环次数 我们有些时候 在添加用户 批量添加用户的时候 有可能也是执行 知道 这个添加用户的个数 那这个时候 应该是使用第二种循环 所以说 两种语法的这个 区别的条件 主要还是我是否事先知道 循环个数 如果事先知道 就要执行第二种语法 否则就要执行 第一种语法 好 那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也就是批量添加用户 那来看看我写的这个语法 首先要求你输入用户名 等待30秒 把你输入的内容 付给别量 然后呢 请你输入 我要批量添加的用户的个数 把它付给别量 那么那也就说 批量添加用户 但是我事先知道 我要添加多少用户 假设我如果要添加30个用户 那这个时候 我就是指定循环 指定次数的循环 所以你看 我用的循环其实是第二种逆法 对吧 然后呢 给你的用户 设一个用户密码 哎 初始的用户密码 把它付给别量 注意 批量添加用户的时候 它就不像我们手工添加用户 你可以给每个用户 起个个性化的名字 比如说张三里斯 瓦尔玛 对吧 但批量添加用户的时候 我的用户面 就会有一定的规律 比如说 STU STU 01 02 03 只有这样才可以用程序 批量添加 所以 我需要你先输一个初始用户名 然后 每次添加的时候 我要确定你添加的用户个数 然后每次添加在你的这个用户名之前 后面加个一标号 最常见的其实输入的就是S 19 然后呢 你就会添加S19 01 02 03 来用户一次添加 这是程序 做的 只能这么做 你要是什么张三里斯 玩儿麻子那样写的话 程序写起来太麻烦了 还不如我手工自己来做 对吧 好了 三个需要你用户交互输入的内容 输入完了 第一个是用户名 第二个是用户的个数 第三个是用户的初始密码 接下来 我就开始执行程序的主体了 首先我要判断的第一件事情 杠Z 是判断这个变量里面是否维护 有些人很坏啊 他没有在这个里面 我要求输入的时候 他们什么都没有输 就回车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让程序 我不经过判断 直接执行 程序是会出报错 会有bug 那我们说我们写程序出现bug 都是因为我考虑的不周到 所以我先要判断 你输入了这个家伙是不是空的 杠Z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值为空 这个变量的值为空 则返回真 但是我加了取反 那也就说 如果这个里面不是空的 有值 才能执行F0的内容 同时我用了杠A 它是逻辑语 也就是多个条件判断 同时判断 那我既判断内容是不是空 也要判断number是不是空 同时还要判断pass是不是空 好了 判断完这个之后 你小心 只要内容有值 初始命令有值 不管你输入的命名字 是23456 还是ABCD 你的初始命码是23456 还是ABCD 都不影响程序的值 但是我这里要求你输入用户的个数 如果你这块输的不是个数字 比如说30 你给我输了个ABC 那我这个程序一定执行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除了要判断 你输入的内容 我还要再执行一个判断 判断你输入的number是数字 那在事儿当中 我们的test的语句 没有办法直接判断你输入的内容是不是数字 所以超哥想了一个笨办法 其实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这种方法 我觉得还挺好的 干嘛 来看看 打印number 这个变量的值 管道符 散的 散的我们说是替换 是操作这个数据流的数据 判断什么 用正则表达是散的你可以识别正则 对吧 只要 我找到了 散到就 数字 任何数字 注意 正则是 包含匹配 你写的越小 它匹配的范围越大 那也就是说 只要有数字 就会替换 把这个变量的结果替换为空 那其实这会儿还是有点小问题 应该是以数字开头 以数字结果 这个正则 我的正则应该写的是 不是包含数字 而是以数字开头 但是要加个心 然后以数字结尾 开头 监控号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我只匹配数字 你只有是数字才可以 如果匹配其他的就不行 那也就是说 这块其实应该这么写 但是这样也行吧 这样写也可以 就这样写 然后呢 把它替换为空 那也就说 如果 这个里面的值是数字 就会把这个输出结果交给散的来处理 散的就会把他的内容替换为空 替换为空 就会把这个空值付给外 接下来我判断 如果外的值为空 证明这个number 是不是就是数字 如果为空 则执行这些程序 证明number是数字 对吧 如果外的值为空 则循环 循环多少次呢 循环number次 循环number次 然后呢 每次循环执行条语句 u side 添加 然后呢 把添加的用户名叫做dolername 也就是说你输入了这个用户名 比如说stu 后面加dolern 每次循环 加1 那也就是说stu1 stu2 stu3 然后呢 给他赋予变量 把变量这个值 用echo打印出来 然后用管道夫接收 password名内 我们是不是讲过 刚刚stin的 他是拿字符串 作为这个用户的初始变量 然后给他付初始变量 哎 注意 我这里全都没有加ext跳出程序 原因是 看 我只有这里一个不为空 才执行一个f 只有这个家伙 变量外为空 也就是dolername是数字 才执行这个f 也就是说 我只是执行了单分这f 两个f签套 哎 这就是这个程序 其实啊 如果我们 执量添加用户 只是给我个人用户 我完全不会故意捣乱 我不会在这里不输 这个 呃 用户名 在这里不乱输 不输输字 在这里随便输 只要是给我自己用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不需要有这么多判断 我直接执行循环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更加简单 也就是说 你们如果是自己执量添加 要给系统当中添加100个用户 你只需要这一段内容 这块写100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那好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语句 是不是有点长啊 算了 还是小啊 我们 vf useradd 好吧 好了 首先判断定期句话 等待30秒 呃 杠P 哎 imput 内容 把它付给编量内容 然后 read 杠P 30秒 杠P 然后 imput 输入数字 你要 签加多少个用户 把它付给编量 Number read 杠P 30秒 杠P 输入出生密码 input input pass wrt 来 把它付给编量 pass 接下来 执行第一个判断 也就是 这里 if 判断 Dollar Name Dollar Number Dollar pass 是否为空 f f 好 判断 呃 杠P 注意 这个之间也有空格 这块之间也该有空格 否则会报错 啊 好了 然后呢 判断 判断 Name 是不是为空 双条扩起来 这句句话比较复杂 所以把编章扩起来 同时 再判断 判断 Number 是否为空 那这些我都加了取反 所以 只有不为空 才会执行这个 对方的内容 对吧 否则就会直接就会跳出了 那不对 边讲边写程序 就非常容易写错 好了 到了 pass 好了 第一个判断 看一下啊 应该没啥问题 待会执行人看吧 有问题再调了 第一个判断 然后 现在只要 只有不为空 才会执行这个程序 对吧 不为空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 赞 不光不为空 我还要需要判断 你的Dollar Number 是不是为 这个数字 那这个时候 就负语变量外 等于 IQ Dollar Number 输出 然后用Sent 命令 Sent命令 来干嘛 替换 把 把 如果这个值 是0-9 这块我稍微改一下 改一下 注意单引号S 替换 把什么替换呢 把 以数字 开头 以任意数字 结尾 也就是说 只要是数字的 这个字串 必须是数字的 才会换成空 换为空 对吧 这个正责啊 这是正责 对吧 好了 任意数字开头 任意数字结尾 只要是数字才行 否则就不换 那接下来 我就要判断 判断什么 只有 WY为空 只有刀断外 为孔 才证明 你输入的这个 Number 是纯数字 而没有加入 其他符号 才会 在执行 这个程序段 里面的内容 对吧 那么就 Z Fall 好 放 放什么 我们 I等于 1 I 小于等于 到了 Number 你输入让我 加几个数 加几个用户 我就加几个 然后呢 每次循环 I等于 I 加一 然后 每次循环的时候 执行语句 U3 I 应该 加绝对路纪 太长了 我就不写绝对路纪了 因为我这个缩近 缩的有点 有点多 所以呢 就这么写吧 U3 然后 到了 Number 到了I 我的用户名叫这个 然后呢 把 所有的输出 我都不想看 有包错 或者有正确输出 我都不要 然后给他设一个密码 I 到了 Path 作为初始密码 PASSWD Password -stin 然后 到了 到了 Number 到了 给这个用户输入密码 同时把他的 所有的输出 也都丢到 垃圾箱里 看 好了 这就是 这个脚本 好了 这个脚本啊 他的判断关系 是我们前面学过了 这个更复杂 而且把F 和F 联合使用 而且是两个F签到 所以啊 你看超过写的时候 当时 只要写F 就写费 只要写度 就写大 免得到最后 找不清楚 哪个口号 对吧 好了 当然这个东西 能不能用 我们还得先试试 那我们先判断一下 我们先 称之末的 755 User Add 然后呢 我们就执行一下 这个脚本 然后 他让我输入用户名 STU 输入数字 假设 添加五个用户 输入密码 123 好了 稍等 他做的 只能指定 一个用户名称 我们先看看 啊 好吧 这个应该是 没有扩起来的 我们先看看 添加了没有 好 这些用户有了 但是有一个报错 是吧 有一个简单的报错 原因是 他认为 这个地方 其实我应该 把它丢进去了 垃圾箱里 它还是有报错 他认为这块 他让你签两个用户 所以我应该用双引号 把这个家伙扩起来 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报错 所以我们修载一下 哦 对 这个丢失了 这个写错了 对吧 写的应该是按的 而且这块应该是双引号扩起来 就不会有这个报错 好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刚刚程序执行 那我们判断一下 我如果执行 输入用户名是 比如说不再是SU 而是张三吧 我要添加一大堆张三 但是number的时候 我输的不再是1234 而是A 这个时候 密码123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脚本是没有执行的 我们开启一下 etc password 张三是没有出现的 原因 他并没有符合 我这个判断 所以程序没有执行 好 那如果我的那个用户写的不是A 而是比如说再继续 张三 而是A 你 A 注意啊 这种程序如果写错了 想要退格键是不行的 你要用ctrl退格 A5 如果我确实是包含了这个用户 这个时候 他的密码假设是 123 这个程序还是不会执行 因为他不匹配我的政策 我要求是以数字开头 以数字建立 必须是一个完整数字才可以 对吧 好了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材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等到我